玫瑰三月半音特别难唱 我跟你说 玫瑰三月主要是要唱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很多人的声音都是有的 如果论声音的话都有 但是把它唱好 唱出那个味道来 那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别说咱们就是业余学学 其实我们所说的业余学 并不是说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是业余的 不是的 我们业余学学是说 你不从事这个职业 你不从事这个工作 你是用业余时间 这个业余是说的时间 用你的业余时间 一个业余的爱好 对对对 不是说你唱就 但是我们整个学习的 这些过程还有对你的要求 还有学习这些曲目都是专业的 嗯嗯对 所说的业余学学是说的时间 业余的时间来学习 业余时间学习 对业余时间学习 专业 因为我们不是从事这个职业 是这样的意思 很多人他不理解 业余学习 是不是我们就随便学一学 随便唱唱 认为我们就随便 随便弄一下 是业余的 不对的 这种不能业余 业余没法弄了 什么叫业余呢 不要求 不要求亨鸣 不要求位置 不要求气息 那咱们就不用学了 随便唱了 是不是 自由发挥了那就是 对